代孕因为明星郑爽被曝光的家庭争议被推上了热搜 一夜之间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美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合法代孕的国家之一 不过各州对于代孕制定了不同的法律 代孕逐渐成为了一些个人和家庭辅助生育的一种选择 但由于涉及人员 时间 技术 利益等等的复杂性 这也是一个引发众多争议的话题 美国并没有和代孕相关的联邦法律 商业代孕是否合法根据各州以及个人的情况而定 在诸如加州 内华达州这些对代孕接纳程度高的州 相关的法规和产业流程已经十分的完备 吸引了从其他不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来的客户们 应该来说还是有华人为主 因为华人他经济实力是可以的 还是经济有实力的人他才能来到美国寻求代孕 因为他毕竟也要花十七八位美金 根据加州的这家机构负责人美琪表示 首先寻求代孕的客户可以在中国进行准备工作 之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该机构 寻找在美国合适的代孕母亲 此后代孕母亲要接受各方面的检查 双方当事人各自由律师代表 在胚胎仪之前签署合约 根据合约代孕过程中一般较少出现堕胎的情况 加州代孕机构的美琪说孩子的侵权文件上不会有代孕母亲的痕迹 如果不幸出现弃因的情况将交由专门机构 代孕母亲没有责任和义务准父母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加州首次代孕的代孕母亲平均可以得到38000至45000美金的酬劳 这正是一些人反对代孕合法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们担心这是对女性及其器官的误化可能进一步造成对贫困女性的剥削 甚至非法买卖等 在美国的一些州虽然代孕本身是合法的 但禁止以此为商业活动 代孕母亲不能接受酬劳 虽然不乏由女性出于帮助别的家庭的角度选择帮人代孕 但是不少人是把这个当作一向可以有收入的工作 在支持代孕的人看来 这种双方自愿的辅助生育方式帮助了很多个人和家庭 美其除了经营代孕的生意 在经历了第一胎痛苦的怀孕过程后 她自己也选择通过代孕生了二胎 从科学角度来说 代孕是生殖医学的发展和进步 但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说 只有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 才能确保技术为更多的人创造福祉 而不是带来犯罪和灾难 在美国寻求代孕服务的中国人 需要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而且对法律法规要有足够的了解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 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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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